大家好 我是二明 最近有点虚 你们知道虚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就是身体被掏空的感觉 你们又知道被掏空是什么感觉吗 就好像你户外跑步 以5分钟一公里的进程 然后当你跑到5-6公里 实在跑步中的四肢无力 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感觉 当你的身体有以上我所说的情况 你需要进步了 大家都知道身好 男生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而且本草刚没有记载 生蚝能治虚索之因 壮阳 补男女之气血 令肌肤细嫩 防摔老 而且生蚝的主要成分 已被西方专家津津乐道为健康之宝 以及海上牛奶 所以说为了更好的进步 我昨天买了80个生蚝 我要做真男 真男 80个生蚝 操练起来 咱们先给它清理一下壳上的脏东西 咱们已经把生蚝全部处理干净了 现在准备生锅蒸个三分钟 方便开盖 先蒸三分钟 蒸三分钟差不多壳已经开开了 这样会比较好开一些 还是比较肥美的 咱们再用清水稍微的冲一遍 因为这次量比较大一下 分批上锅 剁蒜沫 倒油 给它炒香 把剩下的倒进去 蚝油 蜜汁料汁 小米辣 加入粉丝 加入粉丝 热的 咱们只吃生 弄个腊根 我有点等不及了 咱先试一个 爽爆了 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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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操练起来 超爽滑 还是自己做的好吃 要比那种烧烤档做出来的味道还要棒 肉质非常鲜美 咱试个吃生 辣根 吃碗 太棒了 一点都不腥 然后我朋友都知道我今天买了很多生蚝 他们特意过来 有好东西就要分享 哇 他们有种种蚝啊 你不说它挺浓稠的 不说话 很太好吃 对不起 必须要说出口才能形容它 有多好吃 我已经改了 很肥 对吧 我一个广州人 不是很能吃辣 但是这个配起来就是完美 整个男人都回来了 这浑身充满了活力 哇 怎么说叫发现 做男人就这样多吃这种东西 对吧 哇 挺干的 对吧 就算料酸高 你高到500 你吃这个生蚝什么事都没有 对吧 又不会痛风 你相信我呢 吃就行了 对吧 哇 18岁的那个味道 不行的 我再吃我要跑 咱们生蚝饮食差不多了 因为今天有朋友过来 所以说可能在那个录音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 可能比较嘲杂一些 好了咱们本期视频到这边就要结束了 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评论转发 然后想看二名派什么美食可以去评论区留言 或者私信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